虽然你们都很懂鞋 觉得自己是时尚的弄潮儿 但是我相信99%的观众 不知道这双dog walker究竟是什么意思 好的 接下来我们回归正题 来说一下装鞋的发售 那装鞋呢是大家已经看到 我们拿到了两双 在加拿大这边发售价呢 是比正常的Dunk XB要高一点 是145加币 然后在多伦多这边呢 是一共有两家店滑板店发售了 第一家呢就是Adrift Shop 那一共是发了15双 另外呢就是我们去排这一家店 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排的家 叫做Blue Tile Lounge 也是一共发了15双鞋 那我们是今天早上7点的时候呢 过去大概是排了4个小时左右 那感觉真叫一个酸爽 那也是挺幸运的 正好是我们拿到了 也就是算是多伦多能够排到了 最后两双鞋吧 正好也有Sam小哥哥的马 安排上了 那相信大部分的小伙伴 在看我这个视频之前 已经看过一些跟这双鞋的介绍 有关系的文章啊 或者是别的UP主的视频 但是在我这里呢 可能你能听到一些别的UP主 不会讲的一些事情 这双鞋呢虽然说它跟 确实跟六狗爱狗人是有关系 确实是这个主题 但是它实际上呢 跟它的发售日期非常息息相关 也就是说4月20号 那4月20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 就是一个跟西大马有关系的 这个日子 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民间的日子 那耐克呢从10年就开始 以这种擦边球的方式 表面上一个主题 实际上呢背后涵盖了另外一层 为了庆祝这个节日 来造了一些鞋 那每年也是有不同的主题发售 那主要原因呢 就是为什么要打这个擦边球 大家其实也可以理解嘛 就是每一个国家 即使是像美国这种 就是虽然说已经非常开放了 但是呢也不是每一个州都大麻合法了 但是加拿大大麻合法了 死根不死根 回到正题哈 这个 10年的时候呢 就是出了这一双Skunks 那这双鞋呢 就是Skunks嘛 其实一个比较正版的含义 叫做臭幼 但实际上呢 它还有一个比较隐晦的意思 就大家可以从这双鞋的这个颜色 就是紫不拉击绿不拉击 其实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如果见过大麻的 或者说在网上见过图片的 就是一看就是 嗯不一样感觉 那去年2018年4月20号呢 也是出了这双Dunk Sb 叫做White Widow啊 就是叫白寡妇吧 实际上呢 它是一个大麻的另外的品种 那也就是过渡到我们今年 发售的这双Dogwalker了 其实你不要不相信 你可以去YouTube上面看一下 或者说Google一下就知道 Dogwalker呢 其实是一个大麻另外的品种 叫做Dogwalker OG 那这个品种呢 它就其实大麻品种 就是可以以烟来理解吧 就是你可以抽熊猫 你可以抽中华 对吧 就这种感觉 只是它的含量不一样 那Dogwalker OG呢 它是以印度大麻为主 是占80%左右 它的THC 也就是四氢大麻分的成分呢 是24%到26% 嗯这样子一个区间 那这个成分呢 实际上在医学里也是会用到 就像你有抑郁症啊 什么它可以给你用一些 用来舒缓你的情绪 那也就是说呢 在大麻里面 就是让人嗨起来的那种成分 那说了这么多 有关于Dogwalker这个主题 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后呢 我们来说一下 这双鞋的具体细节 也是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呢 是一个比较浅层的部分 就是关于这个 遛狗爱狗人士的部分 那从装型呢 很明显就看出来 像这里就是有一种毛的 狗毛的这种材质 像斑年狗啊 什么还有黑毛的狗 棕毛的狗 什么金毛狗之类的 嗯另外呢 它这个Nike Swoosh 就是用了一个尼龙的材质 也就是大家就是遛狗神嘛 大家基本上都是尼龙的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在这个左脚上面 左脚上面非常有意思啊 它就是挂了一个这个 就是大家遛狗的话都知道 像国外这里就是做得非常好 就遛狗的话呢 大家都会带一个这样的袋子 去铲屎 也不去剪屎 那打开这个袋子呢 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 嗯 诶 就是这样一副棕色的鞋带 有没有非常shitting的感觉 就是像屎一样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鞋舌的内侧 它这个写了一个SB 嗯 而且呢 是画了一个狗爸爸的这个形状 还有呢 就是它这个左脚在后面 钓了一个这个 像遛狗嘛 有一个钓牌的感觉 写了一个Sparky 好像这只狗叫Sparky的感觉 嗯 那另外呢 写了背面 写了一个Nike SB 鞋垫方面的话呢 它就是非常可爱 就是各种各样 世界各地的可爱底小狗狗 那同样呢 是跟所有的Nike SB Dunk 是一样的 就用了这个Zoom Technology 以及这个缓震的这个效果 那这双鞋的外底部分 其实非常有意思 它没有采用一个完全乳白色的 而是不对称的这种 踩屎的 这个咖啡色的感觉 咦 踩到屎了 是不是Sneakerhead 最讨厌的一件事情 发生了 对吧 那跟420这个截日有关系的细节呢 就是这个绿色的部分 虽然有很多的这个up主说啊 这个绿色部分像狗在草地上 跑步的这个感觉 但也可以吧 死根 但实际上呢 这个绿色 就是跟这个 我所形容的这个植物的颜色 是息息相关的 另外呢 这个跟这双鞋有些 就是别的鞋不一样一点的 就是它这个有一个pocket 就你可以打开 就很多人说啊 这个打开了以后可以藏私房钱之类的 实际上呢 你可以藏植物 所以你可以藏起来 另外一个小细节呢 就是这个Sparky啊 虽然说我刚刚说是小狗的名字 但实际上呢 Sparky有另外一种意思 就是非常想嗨的那种 就是氛围那种感觉 那说了这么多 关于这双鞋的细节啊 主题之类的呢 这双鞋 不管说你们觉得它好不好看啊 我至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新意的 虽然说不是合作款 但是它有两个主题在背后的 就是你如果穿在街上 就感觉你很死格 很unique那种感觉 虽然说做工啊 这双鞋其实 就是有一些小小的问题 比如说我这一双 这个沾了一个黄色的东西 而且呢 后面有一点溢胶的感觉 但是我不care 这双鞋我真的是非常喜欢 那在加拿大这边发售的时候呢 其实StockX已经就是价格一路狂飙了 我不知道现在我视频发出来 国内的价格是什么样子的 但我现在录视频也此时此刻呢 国内差不多是1300 1400左右的样子 所以呢 如果说还是停留在这个价格范围的话呢 我觉得如果想要入手的小伙伴 可以赶紧入手啦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 Six Sneakers Channel的话呢 一定要点击关注 之后呢会推出更多有关球鞋潮流方面的review 以及加拿大的vlog 拜拜